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 尽管三位演员饰演的都是口弦体正直的角色 他们的表现却各有特色 展现出明显的差异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张彬彬 杨阳和任佳伦 在塑造这一类型角色时的独特之处 张彬彬在《小森林》中饰演的庄宇是一位植物学博士 这个角色外表冷峻 内心却蕴藏着炽热的情感 初次登场时 庄宇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苟言笑 冷淡高傲的学者 她对女主角的态度也显得疏离 淡漠 然而 随着剧情的推进 观众逐渐发现庄宇内心的柔软 在与女主角的互动中 她的眼神里时常闪过一丝温柔 言语中也偶尔流露出关心 张彬彬精妙的演技将庄宇内心的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让观众感受到角色情感的丰富层次 杨阳在《你是我的荣耀》中出演的荣指同样是一个高智商的角色 作为一名航天工程师 荣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高冷 理性 带有一丝距离感 但在与女主角的相处中 她的温柔一面逐渐显露 杨阳的表演将荣指从初期的冷漠到后来的温柔体贴刻画的入目三分 她眼神中的变化 从最初的淡漠到后来的柔情 细腻地展现了角色内心的转变 荣指虽然在工作中保持理性和严谨 但在面对喜欢的人时 却流露出令人心动的温柔 任嘉伦在东康王朝中饰演的陆毅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角色 作为一个身处权力中心的人物 陆毅表现出的是冷峻 理智和果断 任嘉伦的表演突出了陆毅的理性特质 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时 她总是能够冷静决策 然而 与前两位演员相比 任嘉伦对陆毅内心情感的刻画略显单薄 在与女主角的互动中 陆毅的情感表现较为克制 缺乏明显的转变过程 这三个角色虽然都属于口弦体正直的类型 但在具体塑造上却各有特色 庄宇的转变更为明显 从冷漠到温柔的过程清晰可见 荣指则是在保持高冷形象的同时 逐渐展现出内心的温柔 陆毅的形象则更加稳定 始终保持着理智冷静的特质 三位演员对角色的诠释反映了他们对口弦体正直这一类型不同的理解和表达方式 也为观众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关剧体验 张彬彬对庄宇这个角色的诠释堪称完美契合 她的演技细腻如微 尤其是在眼神表现上 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 当庄宇与女主角互动时 张彬彬的眼神里总是藏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温柔 即便嘴上说着冷淡的话 眼底却泄露了内心的真实情感 这种微妙的矛盾正是口弦体正直的精髓所在 在情感转变的过程中 张彬彬的表现自然流畅 没有生硬的痕迹 从最初的冷漠到逐渐被女主角融化 再到最后的坦诚相见 庄宇的每一个情感阶段都被张彬彬演绎的恰到好处 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使得庄宇这个人物立体丰满 让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角色内心的struggle和成长 杨阳在饰演戎指时 则展现出了多层次的表演功力 作为一个高冷学霸型的角色 戎指需要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 杨阳成功地将戎指的温柔与高冷完美结合 在面对工作时展现出专业和严谨 而在面对喜欢的人时又能适时地流露出温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杨阳对荣指学霸气质的表现非常到位 无论是在讨论专业问题时的侃侃而谈 还是解决难题时的冷静自信 都让人幸福地感受到了一个真正学霸的魅力 同时 他又能在与女主角相处时展现出腼腆和温柔 这种反差感让角色更加富有魅力 任佳伦在塑造路易这个角色时 准确地捕捉到了角色的冷峻特质 他的表演突出了路易作为一个身处权力中心的人物所具有的理智和果断 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时 任佳伦的眼神和表情传达出了路易内心的思考和觉得 展现出了角色的智慧和魄力 然而 相比于张彬彬和杨阳 任佳伦对路易情感层面的刻画略显不足 在与女主角的互动中 路易的情感表现较为克制 缺乏明显的变化过程 这使得路易这个角色在口闲体正直的表现尚不如前两位鲜明 尽管如此 任佳伦仍然通过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路易这个角色 他将路易的理性和克制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在情感表达上略显单一 但也正符合了路易这个角色的设定 总的来说 三位演员都展现出了与角色的高度契合 张彬彬将壮语的内心系演绎的细腻动人 杨阳成功塑造了容止多面的性格 而任佳伦则突出了路易的理性特质 他们的表演各有特色 为观众呈现了口闲体正直男主角色的不同面貌 在这三部剧中 杨阳和女主角的CP感无疑引发了最热烈的观众反响 你是我的荣耀中 杨阳饰演的荣之与女主角的互动成为了观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最初的高冷疏离 到后来的温柔体贴 荣指的情感变化过程被杨阳演绎的细腻如微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社交媒体上 关于杨阳和女主角的CP讨论热度居高不下 观众们纷纷表示被两人的互动填道 剧中的很多细节都被反复提及和分析 这种强烈的CP效应不仅提升了剧集的关注度 也为剧情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成为推动剧情的重要因素之一 相比之下 张彬彬在《小森林》中的表现则赢得了观众对其演技的高度评价 虽然CP感不激扬扬来的强烈 但张彬彬对庄宇这个角色的权势被认为是最符合口闲体正之克制的 观众们普遍认为 张彬彬成功塑造了一个外老内热令人心动的男主形象 业内人士也对张彬彬的演技给予了肯定 认为她对角色的把握精准到位 为整部剧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尤其是她细腻的眼神表演 被多次提及为演技亮点 任嘉伦在《东康王朝》中的表现则引发了一些争议 虽然她的演技实力得到了普遍认可 观众们肯定了她对路易冷俊形象的准确塑造 但也有声音指出角色塑造略显单一 部分观众认为 相比于张彬彬和杨阳 任嘉伦饰演的路易在情感表达上略显不足 缺乏明显的情感变化过程 然而也有观众表示 任嘉伦的表演恰恰符合了路易这个角色的设定 认为她成功展现了一个理智果断的权力中心人物形象 这种褒贬不一的评价反映出 观众对口弦体正直这一角色类型有着不同的期待和理解 总的来说 三位演员的表现都在不同程度上 引发了观众的讨论和反响 展现了口弦体正直男主角色的多样魅力 也为各自的作品带来了可观的关注度 在口弦体正直这一角色类型的诠释上 张彬彬 杨阳和任嘉伦三位演员各展所长 呈现出了不同的表演特色和风格 张彬彬的表演可以说是最贴合口弦体正直这一特质的 她饰演的庄宇 眼神与肢体语言的运用尤为巧妙 当庄宇嘴上说着冷淡的话时 张彬彬的眼神却能传达出内心的温柔 这种微妙的反差正是口弦体正直的精髓所在 她对情感的表达层次丰富 从最初的冷漠到逐渐被打动 再到最后的坦诚相见 每一个阶段都被演绎的恰到好处 张彬彬的表演风格细腻而内敛 通过一个眼神 一个微小的表情变化 就能传达出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 杨阳的演绎风格则更加细腻温柔 她饰演的荣指虽然是个高冷学霸 但在与女主角的互动中 杨阳成功展现了角色的多面性 她能在保持高冷形象的同时 又能适时地流露出温柔 这种反差感让角色更加富有魅力 杨阳的表演特点在于 能准确把握角色的情感变化 将荣指从初期的淡漠到后来的 温柔体贴刻画的入目三分 她的表演风格更容易与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这也是她和女主角的CP感 如此强烈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 任嘉伦的表演方式偏向 鱼冷酷理性的诠释 她饰演的路易是一个身处权力中心的人物 任嘉伦的表演突出了角色的理智和果断特质 在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时 她能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 传达出角色内心的思考和决断 然而 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上 任嘉伦的表现相对单一 她对路易的诠释更多的停留在理性层面 缺乏明显的情感变化过程 这三种不同的表演风格反映了演员们对口弦 以政治这一角色类型的不同理解和表达方式 张彬彬侧重于内心情感的细腻表达 杨阳擅长展现角色的多面性和反差感 而任嘉伦则突出了角色的理性特质 每种表演风格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为观众带来了丰富多样的关剧体验 在口弦体正直这一类型的男主角色塑造中 演员的演技和角色设计的完美结合至关重要 张彬彬 杨阳和任嘉伦三位演员在各自的表演中展现了不同的诠释方式 影响了观众的观感和聚集的成功 张彬彬将壮语的内心系演绎的细腻动人 杨阳成功塑造了戎指多面的性格 而任嘉伦则突出了陆毅的理性特质 这些不同的表现方式反映了口弦体正直角色的多样可能性 未来这类角色在电视剧中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观众审美的提升和对角色塑造要求的提高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优秀演员带来精彩的口弦体正直角色诠释 为观众呈现更丰富多彩的迎评形象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追星看TV 敬请关注哦 敬请关注